你們在這裡 我今天就是尋找香港學生妹 Hello 我是沛兒 留意到香港最近掀起一股JK風熱潮 發現很多年輕女都穿校服的樣子出街 其實我在想 香港也有很多很特色的很漂亮的校服 今天我們也在換上中學的校服 就在街頭尋找學生妹挑戰 我就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很有特色的香港校服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尋找學生妹 這套是甚麼來的 這麼漂亮的 JK 為甚麼你們會穿這些外出的 挺漂亮的 穿了多久 半年 為甚麼不穿自己的校服 這個比較漂亮 有甚麼能夠啟發你突然想穿JK的 在網上很流行 在島上 朋友多不多人這樣穿 在大陸那邊會多些 在那間學校很漂亮 聖古 鞋子是一樣的 鞋子是黑白的 你們這對很可愛 你喜歡自己的校服嗎 沒有 我不喜歡 挺好 挺漂亮 你們有甚麼校規嗎 這條裙子的 讓我檢查一下 都吸的 我們是乖乖女 為甚麼要她回答 發生最多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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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應該不可以 比膝口短 但你現在呢 你好像比膝口短 真的可以放頭髮回學 可以 可以染頭髮 不可以染頭髮 染了 你有刺爆你 會不會給你們化妝 應該都不可以 不可以 但這個又有飯 沒有 每天都沒有 現在 一定要紮兩條鞭 你們的特色 一定要紮兩條鞭 只是油麻地爭光才是這樣 大家覺得最奇怪的是 如果穿著校服 就不能在外面吃東西 不可以在邊走邊吃 對 這個要Elegance 應該 還有不能穿Dr.Martin 本身有最多Martin 結果就 要不你用筆畫了黃線 要不就直接扔掉它 都是三筆及的 眼眉不可以碰 耳朵不可以碰 還有 跳鏡 頭髮這麼講究 要三個筆及 雲點會觸的 會觸的 要吸塞是嗎 是 你好像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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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他說不讓 老杖筋出來 是嗎 有這樣的校規嗎 我有 黑色的話就OK 但不是黑色不可以 哦 防止你當積物這樣戴 你會不會覺得 香港的校服其實都挺漂亮 對 很不同 是特色的 對 例如你最喜歡哪套校服 旗袍 陪道 陪道 我覺得Mainlock 高中那套校服 真的挺漂亮 校服本身好像貼身裙 真的挺漂亮 上次水手服都漂亮 這套 銀器的 銀器的 這都是水手 看藝 這套校服好像很漂亮 冬季好像是深藍色 都是半折 上面是白色襯衫 還有一條胎 你覺得我的校服怎樣 很漂亮 穿得你很嬌小 很可愛 真的很漂亮 我們一起穿校服 今天 反歐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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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拜拜 我們剛才找了很多學生妹 都看到有東華三軟 還有旗袍 珍光 還有不同的駕駛裙 看到我們香港的校服都相當有特色 剛才的學生都分享了很多不同的 他們的學校奇怪的校份 都相當令我驚訝 因為我這個年代 都不會說有條橡筋就不可以了 所以都有點驚訝 如果大家最喜歡哪一套香港的校服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Like和Share 就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我們的鐘仔 可以追蹤我的IT 和個人頻道這些 學生妹配而放學 拜拜 那我中學的時候 放學會做些什麼呢 就會去夾桶 最喜歡就是夾桶 紅仔 紅仔 紅仔糖 啊 雞蛋 啊 雞蛋 我喜歡吃 可樂糖 可樂糖 這個強勢回歸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吃 但我沒見過這麼大 我沒見過這麼大塊 超搞笑的 OK 買完了 這麼大顆 這麼大顆的 你看 比我的鼻子 而且發現了新的 這個好像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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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糖 嗯 挺好吃 而且我喜歡吃桃圈 有這麼奇怪的味道 是不是 我不敢吃 我打算你吃 你們可以告訴我們 放學的時候 又會做些什麼 吃些什麼 留言告訴我們 今集到這裡 拜拜 吃糖 吃小蛋 我的天 想要別見 我在說 吃小蛋